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227集 唉 这些个女子太痴情了 连我都被感动了 江洛才女抱在怀里 林婉容轻拍着她肩膀道 可不要这么说话 以后我们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努力奋斗 共同进步 生儿育女 繁荣大华 洛宁听她的话 心里急跳了几下 脸色通红 羞涩道 林大哥 你坏死了 怕她又说出什么更羞人的话 洛宁赶紧道 昨日 留下瞧瞧和仙儿姐姐住在这里 大哥 你不怪我吧 我只是想与他们好好说说话 就只有说话这么简单 林婉容笑道 看来是我想法太复杂了 洛宁见她目光似笑非笑地注视自己 心里哪儿藏得住事 忍不住英宁一声捂住脸颊道 是宁儿见大哥多日没动静 心里着急 又不敢直接过去寻你 只好借着欲瞧瞧和仙儿姐姐续话 让你先急上一急 也好让大哥记起我这事 不然 以你什么都不在乎的脾性 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丫头倒是了解我呀 林婉容嘿嘿一笑 嘿嘿 原来是这样啊 了解 宁儿 你昨夜与瞧瞧仙儿他们说了些什么 我见他们对你都不错呢 洛宁在她身上打了一下 称道 你故意作弄我 我就不告诉你 你不说我也知道 肯定是拿了什么东西贿赂他们 嗯 这个主意不错 林婉容胡乱猜道 洛宁被她说中了心事 脸上发烧 在她背上用力抓了几下 哼道 才没有呢 是仙儿姐姐他们为人好 才与我好好相处的 林婉容知道这丫头脸皮薄 也不再与她开玩笑 两个人说些话倒也快活得很 洛宁夙愿得偿 心里欣喜万分 接过林婉容递过来的五幅画的原图 又细细观赏 脸上满是幸福的红韵 大哥 这是宁儿一生中收到的最出乎意料 也是最珍贵的礼物 你是怎么想到要画这些画的 洛宁提起小凯将那最后一幅细细描绘一番 望着那象征了自己二人相识经过的画幅 脸上满是追忆的神情 啊 这是我冥思苦想三天三夜 不吃不喝 担惊结律 这才得了这么个主意 总算没有辜负洛小姐所托 这下全金灵都应该知道了 我与小宁儿之间是本公子主动的 洛小姐含羞答应 明日酒楼里就会有说书人评书这段佳话 赛师盛会冤怕定情 五福画图原定终身 林婉容一本正经说道 大哥 洛宁听得又羞又喜 急急拉住她 将秀脸贴在她肩上轻轻道 谢谢你 宁儿永远伺候你 一个女子的轻笑声从背后传来 恭喜宁姐姐心愿成真 昨夜我们留得也值了 瞧瞧笑着走了进来 脸上带着喜悦的笑容 交好的闺中密友如今又成了相伴一生的房中姐妹 她心里自然高兴得很 秦仙儿跟在乔乔身后 脸上似笑飞笑 洛宁也不知道怎的 有些惧怕秦仙儿 望见她神秘的笑容忍不住脸孔一红 急急迎上去道 仙儿姐姐 你们来了 秦仙儿笑道 宁儿妹妹 莫要嫌弃我们打扰了你与相公才好 她说得如此直白 骆宁羞地急忙低下头却不敢说话了 仙儿咯咯一笑 走上前去拉住她手道 妹妹不要羞涩了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一起伺候相公 相处的日子还多着呢 不信 你闻闻瞧瞧 相公最喜欢我们一起伺候她了 秦仙儿泼辣大胆 说着还妩媚地瞥了林婉容一眼 眼中满是挑逗之意 想想从前与乔乔在洛宁的闺房中上演过的激情好戏 林婉容黑黑吟笑 对乔乔使了个眼色 洛宁不了解秦仙儿的风格 奇怪地望了乔乔一眼 轻声道 乔乔 大哥 真的喜欢我们一起伺候她吗 要如何伺候 乔乔面红如雪 急忙拉住洛宁小手 宁姐姐 馨儿姐姐坏死了 我们不要理她 洛宁不知道她几人在打什么暗语 心里坠坠之下 望见秦仙儿与乔乔乔手里 美人执了一幅画卷 转而道 乔乔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是大哥为你们做的画卷吗 能给我看看吗 乔乔面色通红 急忙将那画卷藏在了身后 秦仙儿脸翻红韵 咯咯笑道 宁儿妹妹 你想要看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你进了我们家门 想看多少就看多少 象狗会专门为你做些好画的 是不是啊象狗 那是那是 见者有份 洛小姐 赶明我给你再做几幅更精彩的 保证你心里欢喜 林婉容赞许地看了仙儿一眼 这丫头深得我心啊 瞧瞧见仙儿与大哥沆瀣一气 早已休得不敢再听下去 拉了洛宁道 宁姐姐 我们下去拜会老夫人吧 大哥 你来不来 今日这一番动静 闹得够大 说金灵尽人皆知 也不为过 想来洛敏和洛家老太太 是肯定知晓了 两个人到现在还没出面 自然是默许了 拐骗了人家闺女 怎么着也得去交代一事儿吧 有了这两个老人的恩准 洛才女才能真正算上自己的老婆 洛宁已拉了瞧瞧下楼去 临走还羞涩地看了林婉容一眼 那期盼的眼神一览无余 林婉容哈哈一笑 正要跟去 秦仙儿却一把拉住了她 轻叫道 相哥 见仙儿神情楚楚可怜 眼中藏着泪珠 林婉容惊道 仙儿 你怎么了 秦仙儿心里一阵酸楚 一下子扑到林婉容怀里 轻轻哭泣道 相哥 你真的很喜欢洛小姐吗 林婉容知道 仙儿的小醋谈的性格 眼下先有了乔乔 又有了洛宁 这丫头心里委屈是肯定的 她急忙握住仙儿小手道 仙儿 是不是心里难受 难受就哭出来 老公心疼你 仙儿轻恩了一声 相哥 你若真的喜欢洛小姐 那便早日娶她过门 我 她凑上小嘴 在林婉容耳边轻轻说了几句 脸上羞红一片 听她一说话 林婉容顿时呆住了 沉默良久才道 仙儿 这如何使得 秦仙儿脸色一苦 急道 相哥 你莫非是信不过我吗 仙儿说过 只要洛小姐带你真心 我绝不会害她的 她脸上染上一抹烟红 害羞低头道 相哥 你难道不想与仙儿 做真正的夫妻 我原本打算 等拿了萧清玄那个虎妹子 将情谷转到她身上 让她伺候我与相公二人 只是近些时日 我与相公相处 心里欢喜得不得了 不能与你做成真正的夫妻 我心里着急 这罗小姐带你情真意切 我也不忍心拒绝她 但与她讲明了实情 我自有把握她会答应 反正我也不会害她 相公 你就应了我好不好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林婉容冷汗沉沉 我还到仙儿这丫头 怎么如此好说话 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 想想仙儿与清玄的关系 她那情谷要转嫁的话 也绝不能转给清玄和洛宁 要转给与她关系最密切 让她永远兴不起杀心的人才好 到哪里去找这么个人呢 安姐姐 林婉容脑中划过一道亮光 差点跳了起来 心里顿时像是 几百头野牛在奔跑 我日啊 这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这狐狸精的样貌身材没得说 可再想想她与仙儿的关系 顿时满腔的引火又彻底熄灭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只是无意想起 绝无任何不良企图 各位菩萨了解我 我一向是个诚实的人 她心里猫抓似的痒痒 强自压制住乱七八糟的心情 抚摸着仙儿的乡间安慰道 傻丫头 相公不是说过了吗 这勤古之事到了京中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我也想与你做夫妻呀 不过这事急不得 也不能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别人 是不是 你以为相公就是那么贪求异想之欢的人吗 我一向认为精神比肉体更重要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两情若是久常识 又起在摸摸抓抓 小乖乖 今天晚上我们就试个心法门 保证你想不到 你师父也不知教过你没有 她在仙儿耳边轻轻说了一句 仙儿英明一声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高耸的小头 浑身发软 脸色顿如天边的彩霞 丫鬟带着林婉容走进洛老太太的房里时 只见洛宁与瞧瞧二人坐在老太太身边 正续着闲话 两个丫头一个娇媚一个羞涩 站在一起便如双生姐妹 说不出的美丽 出乎意料的是 洛敏竟然也坐在母亲身边 与老太太说着话 解决了白莲教和成德 这江苏再无别事 她是戴罪之人 最近也清闲得很 林婉容知道洛小姐心思 小兮兮地朝老太太坐一道 老太太 我给您问好来了 您身体好吗 吃饭香吗 洛大人 你也好啊 老太太笑着点头道 林小哥 你来的正是时候 我和两个丫头正说起你呢 听说你做了几幅好画 送于我家宁儿 是也不是 林婉容夹壳两身道 咳咳咳 画得不好 瞎话 老太太见笑了 老夫人上上下下打量她一番 又看了看坐在自己身边 桃红满腮的小孙女一眼 点头道 当时受言之时 我就知道小哥你绝非常忍 果不其然 这赛事会你就夺了魁首 以后更是不可限量 我们家宁儿也是好眼力 一眼就挑中了你 当真是了不得 奶奶 洛宁听祖母调笑自己 忍不住交呼一声 又瞥了林婉容一眼 脸上带着羞涩的笑意 低下头去 洛老夫人笑道 傻丫头 这有什么害羞的 我们女人 一辈子遇到个知心的郎君 可不容易 见着了就要抓紧 否则便要悔恨一生 想当年 我贵为御丰的郡主 身份何等的尊贵 你爷爷只是个 一文不明的穷书生 见了我修得躲躲闪闪 我一时恼怒 就直接拿绣球砸中了他 这才有了你爹和你们姐弟俩 听到洛老太太大摆龙门阵 瞧瞧五唇轻笑 洛民脸色尴尬 林婉容哑然失笑 洛宁这丫头如此勇敢 原来是有遗传的呀 老太太说起往事老怀大乐 召唤林婉容过去道 李小格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女 从小就读书识字 知书达理 眼光比天还高 到了这般年岁 还没许到好人家 老身正发愁 没想到他早已选中了你 这鬼丫头 还瞒着我和他爹 老夫人慈爱地摸了摸洛宁的绣发 拉了他的小手交到林婉容手中 女大不中流 李小格 我今天就把铃儿交给你了 你可要好些待她 我要动着她 饿着她 要宠着她 惯着她 听奶奶啰嗦 骆宁心里急跳 偷偷瞥了林婉容一眼 小手却一紧 在她手里轻轻挠了一下 这丫头等不及了呀 可惜我现在还没功夫成亲 要不然也早些了了她的心愿 林婉容哈哈一笑 谢奶奶赏识了 我必定善待宁儿 让她开心快活地过一辈子 骆宁站起来 拍拍她肩膀 意味深长道 林小兄弟 我把宁儿就交给你了 你要好生待她呀 老洛神情有些萧索 林婉容知道她心思 也不说话 只郑重点点头 两个人相对一笑 恭喜宁姐姐了 大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相狗 巧巧拉住洛宁的手 在她耳边轻语道 洛宁羞涩地恩了一声 还未说话 便听门外传来一声 唱诺道 圣旨到 江苏总督洛敏接旨 洛敏身体一颤 双手有些发抖 她强自抑制了心中的激动 拉正官服正要出去 洛老太太正色道 敏儿 便在这里摆香案接旨 洛敏看了母亲一眼 急急应试 林婉容拉了瞧瞧 避进屋里 带摆好香炉文案 一个白面无须的内侍 跨步走近 狼声道 江苏总督洛敏接旨 罪臣洛敏 恭迎圣旨 洛敏跪下磕头 洛老太太在洛宁搀扶下 也要跪拜下去 那宣旨的内侍急忙道 老夫人不可 皇上特意嘱咐过 老夫人乃是开国功臣之后 又是御丰的郡主 亲赐的衣品告命 功及三代 见旨勿用下跪 老身谢过皇上恩典 老太太站直了身体 谢恩道 她身份尊贵 论起辈分来 当今皇帝还要叫她一身姑姑 查江苏总督洛敏 为请圣旨 擅自捉拿江苏都指挥使承德 又擅行斩行致人于死 此为藐视朝廷 胆大妄为罪大之极 其所提供承德之罪证 皆为确凿无误 承德贪赃亡法 惑害百姓已经查实 洛敏虽有威功 但功不抵过 扰乱法纪善用私行 按律当发配充军 但念在洛敏之人善任 在任上意味有重大过错 风平尚可 并有协助剿灭白莲之功 卓隔去洛敏总督之职 贬为山东济宁县城 其家人随往 即刻赴任 那内侍停了停 又念道 洛老夫人 一品告命 忠贞孝人 是知楷模 而罪不及母身 拙刺东珠三十颗 白银千两 由近世接回京内 一养天年 钦此 林婉容在后面听得真切 这个皇帝贬了洛敏 却赏了老夫人 当中甚是微妙啊 那几宁本是白莲教重镇 才攻下不久 皇帝贬了洛敏 去做一个小小的县城 实在是一个大大的骨差 把老夫人接回京中 尽显爱护之意 洛敏贵夫在地 大声道 罪臣洛敏 谢皇上恩典 抬起头来时 眼中已有些泪花 她站起身 双手接了圣旨 又朝老夫人跪下祈祷 孩儿不孝 不能禁守娘亲身边 请娘亲责罚 老夫人一拍桌子 大声道 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儿你莫跪在地上 快些起来 皇上赏罚分明 你做错了事就要承担 若你为心无愧 那便挺起胸膛 为皇上办好差事 对得起百姓 对得起朝廷 我洛家树代 不养无骨之男 为娘纵是老了 也不愿借你 奴言必息做人 洛敏虽是一把年纪了 听了娘亲教训 却不敢吭声 急急站了起来 立在洛老夫人身边 洛宁眼中含泪 也不敢滴落下来 只偷偷抹去了 林婉容看得暗自点头 难怪洛家儿女 个个有出息 有着洛老太太在 想要出个平庸之人 也难呀 得了这一通圣旨 洛敏便要奔赴几宁 林婉容心里感慨 老洛儿走了 我也要走了 金陵城中 就只剩下乔乔 一个人孤苦无依 老子心都要碎了 他将乔乔用力 拥进怀里 温柔道 乔乔 等我在京中立下了身 我就来接你 然后咱们在京城开分号 开他十个八个分号 你做老板娘 做我最漂亮的老板娘 大哥 悄悄悲呼一声 投进了他怀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几宝